原来九儿姑娘在督察卫查案 这么艰辛啊 幸亏有韩公子相助啊 可惜啊 我们两个人还是实力单薄 办其案来 处处彻中 要不 我给你找几个奇人帮帮忙怎么样 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 有你一个奇人已经够麻烦了 你只要让严总使知道了 我饭碗肯定都保不住了 现在人手不够怎么办呀 也不能总让凶手逍遥法外对吧 是啊 不管了 就算只有我们两个人 也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 就这么干 九儿姑娘 我 你看我行吗 行什么呀 家若你们一起查呀 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郡王爷 我跟你讲啊 这破案啊跟写戏本是不一样的 这破案需要你每天早出晚归 需要你出力 出钱才可以的 你知道吧 再说了 那如果被皇上知道 我这么使唤您 那我不仅饭碗不饱 我小命可能都直接没了 这个你放心 我父皇很少管我的 我自由地喊 况且啊 有我这个郡王爷的身份加入你们 给你们查案带来不少好处呢 真的 那太好了 郡王爷才智过人 心思细腻 又会跟人打交道 笑起来也是荣有春风的 那有女相助 那我们肯定很快就可以 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那我们今后可就是 查案搭档了 来 好啊 蠢女人 知道我有洁癖 碰了我的水又去碰别人 韩公子 你是我第一个奇人朋友 巧了 她也是我第一个奇人朋友 真的啊 我们奇人跟你们才不一样呢 我们不需要朋友 我 您别介意啊 王爷 他们奇人就是这样 喜欢独来独往的 不喜欢跟别人接触 你要是碰他一下呀 他就跟浑人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这样吧 我替他跟您握手 好吧 来 也行 聊了这么久了 差点还没吃呢 走 把茶点吃了 走